接着我们来学习一下考点三对子公司投资 对子公司投资依然按照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算 它和我们零人企业和零人企业投资的会计科目是一样的 我们在学习时也需要分三个十点来学习 分别是初始计量、期末计量和处置计量 但是呢子公司投资我们按照不同的标准也是可以进行分类的 我们在学习之前先对子公司投资进行分类 假设乙公司取得了丙公司70%的股权对其控制 这个时候呢丙公司属于乙公司的子公司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类 一类是丙公司本来就属于一家的子公司 另外一类是丙公司这一个子公司原本不是一家的子公司 这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案例 假设 甲公司持有乙公司100%的股份 而甲公司也持有丙公司70%的股份 同学们请回答 那是不是意味着甲乙丙他们原本就是一个集团 接着有一天乙公司找到了自己的母公司甲公司 然后呢乙从甲这里购入了丙公司70%的股权 这个时候丙公司成为了乙公司的子公司 同学们思考一下 在购入乙公司70%股权之前 这一个丙公司是不是已经就是该集团的一份子了 而进行股权收购之后 咱们这一个丙公司还是这一个集团的一份子 这种情况就属于本来就是一家的子公司 那第二种情况呢 来看一下案例 假设甲持有乙100%的股份 而丁公司持有丙公司70%的股份 突然有一天 乙公司找到了丁公司 购买了丁公司持有的丙公司70%的股份 在我们购买股份之前 甲乙他们一家的 而丁饼是一家的 而购买股份之后 同学们看一下 甲乙丙变成一家 这就是我们第二种情况 丁公司原本不是同一家的子公司 只不过我们购买股权之后成为一家 而我们第一种分类 取个专有的名称 同学们看一下 叫做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子公司 而第二种情况 是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子公司 同一控制指的就是 这个丁原本就一家人 而非同一控制指的 这个丁以前不是一家人 这是第一种分类 接着我们还有第二种分类 来看一下 第二种分类的标准在于 我们 以公司是否在一笔交易当中 获得了对丙公司的控制权 如果说 我们以公司 直接 花了一个亿 购买了丙公司 70%的股权 就一次交易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将其分为 一次交换交易 实现对被投资企业的控制 那如果说 我们以公司购买丙公司的股权 不是在一次交易当中实现控制 而是多次交易 比如说以公司 先购买丙公司5%的股权 这时候 5%股权 对丙公司不能控制 不能共同控制 不能中大影响 不能都为长头核算 该怎么核算 我们都为金融资产核算 结果呢 过了一段时间 以公司又购入了丙公司55%的股权 一共60%对其控制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将 以公司持有丙公司所有股权 5加55% 一起确立为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是多次交易实现 对被投资企业控制的第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以公司 先购买丙公司30%股权 对其重大影响 过几天 又购买了30%股权 形成了我们的控制 这种情况就属于 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投资 然后增资变成了我们的 子公司股权投资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问题十分复杂 原因在于子公司投资 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标准 第一种标准把子公司分成同控非同控 而第二种标准分成一次交易 多次交易 而多次交易又分成两种情况 如果说我们把两种分类标准给杂揉 你来看一下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一次交易 有可能形成的子公司股权属于同控 也可能属于非同控 如果说多次交易 我们形成的子公司股权投资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下的同控 也可能是非同控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下的一个同控和非同控 问题十分复杂 一共有六种情况 每一种情况都要学习 初始计量 期末计量和处置计量 如果说我现在开始讲这些情况 同学们99%都会提云 而本账 我们主要来讲解这一类情况 也就是一次交易 实现对贝特斯企业控制 同时我们这个子公司要分成两类 一个是同控 一个是非同控 进行逐一讲解 把问题先简单化 找到一种基本情况 而这个多次交易 我们第六章教谈是有涉及的 但是相关内容 小特老师把它平移到我们第27章 合并财务报表那一章 统一讲解 我们主力把这一个核心考点先干掉 一个意味着 我们要先学习 这一类情况的初始计量 期末计量和处置计量即可 正式开始 我们逐一来学下三个试点的账务处理 先来看我们第一个试点 初始计量 我们起一次交易 取得了子公司股权 那初始投资成本多少钱呢 这个时候初始投资成本的构成 和我们子公司类型有关 如果是非同控形成子公司 我们成本构成是一种逻辑 而如果是非同控形成的子公司投资 这个时候成本构成又是另外一种逻辑 我们逐一讲解一下 先来看一下我们初始计量下 如果说一次交易 我们购买了子公司股权 对其控制 而且呢 这个子公司原本不是一家人 所以说属于非同控 那么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呢 这个成本构成 有哪些构成呢 这个时候 按下的是我的风格 我们采用的是对比总结法的学习 咱们是不是刚刚学过 取得联营企业和银企业股权投资 在初始计量下 我们的一个成本构成 我来回忆一下 我们取得联营企业和银企业股权 确认初始投资成本时 我们是以付出对价的供应价值为期主 来进入到我们的初始投资成本 同时呢 发生相关交易费用 我们要进入成本 如果说购买股权时 我们包含了已经宣告发放 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不能进入成本 而应该作为应收股利 那我们取得联营企业和银企业股权 有三种方式 花钱买 非现金资产去买 或者说是发行自身的一个股票 而第一种情况 花钱买非常简单 花多少钱 这个钱进入成本 第二种情况 如果说以非现金资产去取得 比如说用我们的机器设备 去取得我们的这一个长投 联营企业和银企业股权投资 这个时候我们试图 把这一个设备给卖掉 因此需要确认 与设备相关的一个利益得和损失 就要资产出现损益 以及如果说我们发行股票方式 去取得 股票的供应价值 肯定要进入成本 但是呢 发行股票 如果说像证据公司 支付了相关的费用 我们应该冲减 发行股票产生的资本攻击 股本一价 这个是我刚刚讲过的 我们考点亚的核心考点 那么非同控呢 非同控下取得 子公司投资 他俩很类似 原理在于他俩取得的被投资企业 原本都不是一家人 包括我们取得联系企业 核心企业之前都没有关系 而取得子公司股权投资 和这个子公司之间也没有关系 他俩区别在于 对被投资企业影响不太一样 联系企业核心企业 我们只是重大影响或者控制 而取得子公司投资 我们对被投资企业控制了 所以说我们初始计量 非常相似 我们直接对比记 就一点不一样 这一个 我们取得股权时 发生的相关费用 如果说我们取得 非同控下子公司股权 发生的相关费用 它就属于合并费用投资吗 原因在于 我们取得子公司股权之后 我们就要把它纳入到 我们的合并报表当中 27张核心考点 而这个时候交易费用 就是合并费用 而合并费用 准则专门规定 合并费用 我们应该记录到 当其损益 同学们就在我们的管理费用当中 而其他内容同学们 都是和我们取得 联益企业和银企业股权 投资初始计量账户处理 是一模一样 就是一点不同 这个时候同学们 非常激励 说老师 我记得取得联益企业和银企业股权 我们初始计量之后 才有权益法核算 会马不停蹄 火急火燃的 对初始投资成本 进行调整 那我们取得非同工下 总工资股权 要不要马不停蹄的 对初始投资成本进行调整呢 比如说初始投资成本 大于我们所购买股权的价值 大于一部分是商誉 我们就不调整 如果小于 初始投资成本 小于我们购买股权的一个价值 我们需要怎么办 调增长头的质本价值 同时差额就在营业收入 可是 在个别报表当中 是无需对初始投资成本进行调整的 但是我想先给同学们预热一下 这一个不调整 不是意味着真正的不调整 而是在个别报表当中 假公司取得以公司70%股权 在假公司个别报表当中 无需对我们以公司股权初始投资成本进行调整 那什么调整呢 同学们来看一下 假以已经成为母子公司 它俩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在合并财务报表当中 我们需要将初始投资成本 大于股权价值的部分 我们确认为商誉 想想 在这种情况下 大于一部分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 原因对于个别报表不确认商誉 而在合并报表当中 这个初始投资成本 大于股权价值部分 我们就要确认为商誉 那如果小鱼呢 一样的 我们是需要确认业外收入 这里要特别记一下 虽然说这里是叉叉 但这个叉不是真正的叉 而是在合并报表当中 我们需要对初始投资成本进行调整 好的 以上呢就属于我们初始借量下 取得非同意控制下 子公司股权的相关账务处理 想到是没有选择 从零开始讲 选择对比记忆法 这样方便同学们 后期加强理解和记忆 千万不要说孤立的学习 要一起学习 对比学习 才能提高你的学习效率 否则的话 我们会计内容真的太多了 学不完 接着我们来看到 关于非同控下取得子公司股权 在初始计量的一个教材例题 照题 让同学们确认A公司 他取得了B公司70%股权 应该确认长期股权投资 这一个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 多少钱呢 在个别报表 老规矩 自己按一下暂停键 把我们的题目读一遍 然后小大老师会直接讲解 我们先从这些题材 我们提取出一些关键信息 为了取得这70%股权 其实我们A公司花了多少钱 我们就付了2400万 给我们的一个B公司 除了2400万以外 我们还付出了一个无形资产 原价9600万 而我们的折旧额1200万 意味着账面价值是8400万 而这些无形资产的供应价值 来看一下这两个无形资产 供应价值是12600万 除此之外 我们企业在购买股权时 支付了相关的评估费用 由于购买的是组公司股权 这个评估费用 它进击为我们的合并费用 合并费用该怎么办 这个300万 要不要进入到成本 想一想 来 根据我们这些关键信息 我们直接来编写相关的会计分路 首先初始投资成本 大原则是什么呢 大原则是付出对价的供应价值 我们付出了2400万 就成本 付出了一个无形资产 价值12600 就初始投资成本 一共多少钱 加在一起是15000 同时我们付了2400万 代银行存款2400万 付出了无形资产 将无形资产账面价值转出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确认什么 需要确认转让资产产生的一个利益和损失 原来于我们付出无形资产 是从为把这一个无形资产给卖了 卖多少钱 卖我们的12600 然后呢 把这12600去购买我们的一个股权 那既然我们付出的无形资产 供应价值是12600 证明价值8400 二者的差额 就是我们 赤铜销售的利益和损失 多少钱 你发现是个利益 4200 这个4200通过资产处置随意 科目核算 以及呢 我们这要提 非同控下 我们产生了相关的合并费用 平均费用 这个300万我们一般是记录到管理费用 不得记录到我们的成本当中 以上呢 就是我们非同控下初始阶段的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题目 考试一般不单独考察 为什么呢 一旦考察非同控 问完第一问之后 立刻你编写我们合并报表的账目处理 它是我们27章的一个基础 务必掌握 讲完了我们的一个初始阶段下 非同控下的初始同费成本计算 我们来看一下 同控下 我们购买这个股权 其实它本来就是一家人 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确认初始投资成本呢 这个时候就不能对比机了 原因在于非同控下 和我们的联益企业和益企业 它俩可以看成是一类 因为你购买的贝斯图企业的股权 这个时候贝斯图企业和我们之前没有关系 可是呢 同控有关系 小老师帮同学们总结三个大原则 我们先看大原则 第一个大原则 在同一控制下企业和盟企业中 我们购买了总公司股权 这个时候我们初始投资成本的确认 和我们投资方付出的东西没有关系 无论我们付钱 付东西 还是发行资讯股票 都和我们初始投资成本没有关系 我们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是一个固定金额 是固定的 这个金额是什么呢 我们稍后讲 你先记个大原则 同控一下取得总公司股权 这个金额是固定的 和我们企业付出的东西没有关系 第一个原则 接着来看第二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 刚刚讲过 只要是合并 甭管同控还是非同控 那么发生的相关费用 什么审计费啊 法律服务费啊 咨询费啊 相关费用 全部就到当期损益的管理性当中 不能就到初始投资成本 第二个原则 接着来看第三个原则 由于我们借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金额是固定的 同时代方代什么呢 代的话是我们付出资产的一个账面价值解准 这意味着借在双方有差额 这个差额 甭管我们取得方式是哪一种 甭管是花钱买股权 用东西买股权 还是说发行股票买股权 我们借在双方差额全部进入到我们的资本攻击 股本一价 如果是代方就增加 借方就减少 那如果说我们企业充减资本攻击股本一价 充没了该怎么办 我们充没了就去充留存收益 但考试呢 一般同学们不考这个流存收益 我们企业账上的这个资本攻击 贡本一价 代方金额非常非常充足 即使在这一个交易当中 你借方充充充充 够充的 这里简单了解即可 讲完了我们 同控下初始计量的三个月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不同方式下取得我们的公司股权 账户处理有哪些区别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无论是哪一种方式 取得我们的公司股权 需要借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金额 同学们是固定的 我们假设是A 这个金额A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官方教材的一个定义 说A是在合并日 按取得被合并方 随着权益在最终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的 账面价值的一个份额 这句话简直就天书呀 小老师我当年学会计的时候 我读了十遍我还是不懂 所以说这个A我们稍后讲解 你先明白 这个A是一个固定金额 不是我们投资企业算出来的 是投资企业从一个地方 也把这个金额给抄过来 它固定的 先明确 这一个方向型的概念即可 然后再继续 我们支付现金 去购买我们股权 带银和存款等 如果支付非现金的话 比如说付出设备 我们将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结转 如果说我们发行股票 我们带股本 是发行的股数乘以一 以及呢 我们发行股票 如果说支付的相关费 支付给证券公司的费 我们不能就成本 而是冲减我们的一个 资本攻击股本一价 这个呢 同学们可以直接应试记忆 只要是任何交易货 事项当中 你甭管这个交易货 事项是什么 只要我们企业发行资成的股票 我们支付相关费用 这个费用都是重点资本攻击 股本一价 那接着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借方 长期股权投资 A是固定的 而付出资产证明价值 我们直接抄上去即可 借贷双方有差额 这个差额真的是 有可能有借方 有可能有贷方 那我们到底 通过什么科目核算呢 也非常好记 同控下我们出入实际量时 不允许我们企业影响当期损益 原来于 你们本来就是一家 你购买一个股票 交代于 你们一家人自己折腾一下 结果还能折腾出损益 你觉得可不可以 肯定不能让这一家人自己折腾 折腾出损益 这个利润不就是虚增的吗 所以说只能规定 无论是利益得而损失 只要是同控下出入实际量 我们所有科目都是就到资本攻击 股本 溢价当中 这个也非常非常好记忆 好 讲完了我们三种取得方式下 相关账务处理 这里同学们 你们心中可能有疑惑 说老师这个固定金额 到底是什么 你赶紧告诉我们吧 好的 在我们今天这节课 我们对A这一个金额有两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 你明白这个A到底是什么 就这句话啥意思 第二个要求 我们会计算这个A 知道这个A到底从哪里抄过来 当然不是直接抄 可能要根据一些数据去算 而这两个要求 小小老师建议同学们 我们在第六章学习工中 你把第一个要求 知道A的本质是什么 搞懂就好了 关于第二个要求 这个A到底怎么算 它是涉及到我们后续章节 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 我会讲 我会尝试给同学讲这个A是什么 如果说你没有听懂 你希望不要气馁 小小老师我当年一样 这个A我真的没了解 我看了100B 这是啥意思呀 结果耽误了很多时间 结果发现 等我把合并财务学完了 这个A非常简单 所以说A你不会算 没有关系 我们慢慢来 这是给同学们的两个要求 来先看我们第一个要求 这个A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回归本质 假公司持有乙公司100%股份 假公司持有饼公司70%股份 突然有一天 乙公司找到了自己的母公司 说你把你出的饼公司股权卖给我吧 好的 假公司把这个股权卖给了乙公司 而销售股权之后 他们的集团关系变成 假公司持有乙公司100%股票 乙公司持有饼公司70%股票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在乙公司个别财务报表当中 他持有的饼公司70%股权 到底要写多少钱 我们现在想确定的是这个问题 多少钱 同学们思考一下 在乙公司购买饼公司70%股权之前 甲乙饼是不是一个集团 这一个集团是不是要站在集团的视角 即使集团不是我们的法律主体 我们也可以作为会计主体 然后编制我们的财务报表 同学们思考一下 站在甲乙饼这一个集团的视角 他们会编制我们的合并财务报表 大家想想在合并报表当中 会不会有甲公司持有饼公司70%股份的价值 你们思考会不会有 肯定会有呀 也就意味着在这的甲公司时角 它会编制甲乙饼我们合并财务报表 在这一个报表当中 它肯定会有饼公司70%股权 只多少钱 只不过我先说明一下 并不是说我们的合并报表有一个项目 说饼公司股权让它多少钱 没有的 只不过我们在编制合并报表过程中 我们会算出持有的饼公司70%股权 这点就要先明确 同学们可能会疑问说 是为什么算出 为什么不在报表当中直接写出来 原来也在编制合并报表的时候 需要将饼公司资产负债全部纳入在报表当中 意味着这个股权价值抵消 咱这一部分没听懂没有关系 二十七章详细讲解 在这里你需要明确一点 在假的合并报表当中 我们曾经算出来过 这个饼公司70%股权之多少钱 假设是A 然后我们以公司非常开心 既然我购买股权之前 已经有人报算好了 这个70%股权之多少钱 那我直接抄过来不就好了吗 搞定 搞定 我们的A 在合并日 按取得被合并方所有的权益 在对中控制方 合并财报表中 账面价值的一个份额 是什么 是 我们站在假公司视角 我们编制的合并财报表中 曾经算出的饼公司 70%股权的价值 好的 第一个问题 回答完毕 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接着 面临第二个问题 面临第二个问题 那这一个 A 到底该怎么算呢 接着同学们给我思考 咱们这个饼公司 是不是有可能是 他自己经营一段时间之后 假公司 购买了其70%股权 是不是也有可能 是在这个饼公司成立之初 咱们这个假公司就是股东 两种情况 但无论是哪 这种情况 咱们假公司 是不是都要确认 长期股权投资 在个别报表当中 同时呢 在合并报表当中 可能会按照一些 准则原则 对这个长期股权投资金调整 算出在合并 报表当中 我们这个长期股权 投资的一个价值 这个价值 就是A 虽然说 我们刚算出这个金额之后 我们要后续 把这个金额给抵消掉 比如说 我们刚 刚算出 在合并财务报表 视角下 我们持有饼公司 70%股权 值1000万 借 借长期股权投资1000万 然后这是个比喻 不精准 因为是调整嘛 我直接说结果 借长期股权投资 1000万 我们长期股权投资 借放于1000万了 但是我们刚算出这个金额之后 要马不停蹄的 我们带长期股权投资1000万 把它抵消掉 那为什么呢 这个原理 我们稍后讲 同学们先明白 这个A 这套逻辑是什么 这个A 其实就是 站在假公司设角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这个长投金额 这里多少钱 接着我们直接 看一道题目 这个题目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 同控 首先是假公司 从集团外部 购买了一个饼公司 80%股权 属于非同控 过几天呢 咱们这一个假公司 子公司 乙公司 从假公司这里 购买了80%的股权 新商同控 题目问 这个初始投资成本 多少钱 我们回归本质 同学们可以暂停 把题目详细读一遍 我们先把这个导图画出来 假原本控制仪 然后假突然有一天 买了这个饼的股权 后续呢 假把这个股权 卖给了以 我们关系变成 假控制仪 然后呢 以石油饼 80%股权 拉思考一下 我们就 站在假公司视角 首先 假公司购买 并公司股权 80% 我们是不是要确认 长期股权投资 在个别报表 是不是 属于非同控呀 同学们看一下 假当时购买 并公司股权时 花了4200万 应该怎么经常处理 同学们 应该怎么经常处理 是不是借长头 4200 贷银行存款4200 而这个4200 其实包含两部分 一部分是 方同学们来看一下 一部分是 这80%股权价值 以公司100%股权值5000万 80%股权值4000万 但是呢 我们假公司 多花了200万 但是我说过了 这200万 也是在长期股权投资 科目中合算 好 接着到现在 假公司购买 饼公司 80%股权 他确认了长头 4200万 那后续 我们站在合并 才会报表视角 我们这一个长头 需要怎么调整呢 我先讲一下 我们在个别 报表中 我们后续 轻不减量 就成本法 成本法很简单 就只有当饼公司分钱了 假公司才进一账处理 也就是为了成本法 不影响我们 长期股权投资 科目的一个 金额 但是 但是 在合并 财务报表当中 假公司需要将对饼公司投资的核算方法 由成本法 改为权益法 就意味着 在我们合并报表当中 我们需要按照权益法 去调整我们饼公司长投什么价值 同学们 权益法 熟悉了吧 来看一下 我们持有饼公司股权期间 饼公司实现净利润1200万 而且呢 这个净利润 都帮你调整好了 按照 购买日 公允价值 来算出净利润 我们前面看一下 都不是账命价值了 是公允价值 算出的一个净利润 相当于这个净利润 是调整后的净利润 该怎么办 权益法 净利润 乘以持股比例 80% 是不是确认 960万的投资收益 借长投 960 带我们的一个投资收益 960 接着到现在 我们长期股权投资 在合并报表视角 一共多少钱 一共多少钱同学们 你加在一起 5160万 这个5160万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A 在合并日取得 被合并方 费率区域 在最终控制方 专门价值的一个份额 5160万 这个金额 就是我们的这个乙公司 在购入我们饼公司股权时 初始计量的一个金额 说那么多 同学们可能稍微有点晕 原来对于合并财务报表 我们没有学 小教师讲解其实已经非常硬实了 我没有给你扯什么公式 因为这个A 教材当中还有什么公式 说什么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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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加上什么商业 我都没有期商业 原来对赵提的一个本质 这个A的本质 就是我们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科姆在合并报表的一个金额 即使商与 这个商与也是先在长投当中 待着的 所以说它作为我们的一个初始 初始成本 我们算出这一个 特学们 5160之后 我们要马不停蹄的进行什么 进行我们的合并报表的一个账务处理 意味着要把这个5160 全部通过贷方截转贷 长期股权投资5160 就意味着在合并报表当中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照顾结合是零的 是零 那为什么零呢 我们合并账报本章节 详细展开讲解 好的 以上呢就是我们 同控下初始计量时 初始投资成本 确认的相关内容 所以你们需要明白 无论付出最佳是什么 我们这一个初始投资成本 都是固定的 这个固定的同学们 两个层次来掌握 第一个 掌握这个固定金额是什么 讲过了 固定金额就是 这个80%股权 曾经在假公司合并报表当中的一个价值 那第二个层次 这个固定金额A该怎么算 你就找到在合并报表当中 我们假公司车饼公司80%股权 这个长途的金额是多少钱 这个金额就是我们的一个A 只不过呢 这个金额是在个别的 固定金额上进行调整 很复杂 我们学完27张之后 你把这个几点给我看一看 我相信同学们会毛色顿开 好 讲完了同控初始结量之后 我们又可以开始开心的总结了 来看一下同控和非同控下 我们进去初始结量 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呢 就不停总结 同学们心中才不会慌 才不是一团乱麻 那看第一点 我们初始投资成本确认 同控下和付出对价没有关系同学们 没有关系 分管我们投资方付出什么 和我们的初始投资成本确认没有任何关系 是个固定金额 而非同控下我们的长期股价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是付出对价的供应价值 第一个区别 第二个区别 那如果说我们再进行初始结量时 借贷双方有差额该怎么办呢 同控下借贷双方有差额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资本攻击 股本一价 而非同控下 我们如果说以现金购买 借贷双方没有差额 如果说我们以非现金购买 比如说我们用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以及发行我们的股票 这个时候借贷双方也有可能是有差额的 如果说我们企业 同学们 如果说我们企业是付出的固定资产 或者说无形资产 去干什么同学们 去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时候我们借贷双方差额 相当于是适同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产生的利得和损失 我们当然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 当期随当中 但是呢 这里还是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说我们这里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非同控下 我们是发行分股票 这个时候借贷双方差额 记住的是我们的资本公积 湖北一价 大家看一下资本公积 湖北一价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区别 如果说借贷双方有差额 该怎么办 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同控下 借贷双方百分之百是有差额的 而非同控下不一定 要根据取得方式 来判别有没有差额 银行存款 取得没有差额 非现金资产取得有差额 这个差额一般是适同销售非现金资产 差额就到我们的短期损益 如果说发行资争股票 同学们 发行资争股票 我们去取得非同控下成金文投资 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上发也有差额 这个差额就到资本公积 股美价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不同 第三点 如果说我们在取得的公司股权时 发生新费用 这个费用都属于合并费用 甭管是同控 还是非同控 我们都是记录到当期损益的管理费用当中 来看一下管理费用当中 第三个 第四个 甭管同控或非同控 取得股权时 包括了已经宣告发放 在商业方的新银鼓励 该怎么办 应收股力来核算 三四点都是一样的 第五点 甭管是同控还是非同控 只要我们投资方是以发行资争股票方式 取得我们的公司股权 发行股票可能要给证券 结果一些手续费 这手续费 我们充减资本公积股本一价 最后一点不同 那同控和非同控下会产生新的商誉吗 不会的 同控下本来就一家人 不可能产生新的商誉 而非同控下 我们在购买自公司股权时 可能多花钱 多花的钱 我们就可能确认商誉 这是我们同控和非同控的相关总结 同学们课后多去对比 想想想当时 先给同学们对比 非同控和联营企业和英企业 取得股权时出入实际上的一个对比 然后再对比我们非同控和同控下的 出入实际上的一个对比 向同学们课后多复习 多总结 之后真正学会了 掌握了这个分数才可以拿到 好 以上就属于我们初始计量的所有考点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期末计量 期末计量太简单了 原来对于子公司投资 我在考点一书讲过了 按照成本法核算 成本法就是佛系的账务处理 只有被投资企业宣告发放新股利了 我们借营收股利 代投资收益 这个金额就是宣告发放新股利 乘以我们的持股比例 就是我们的一个金额 其他情况下 我们都无需进行账务处理 当然我们期末要进行减值 这个减值 不管是我们的子公司投资 还是联营企业投资 我们期末都要进行减值 这是我们下一张的一个核心考点 到时候我们统一来总结 此时同学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我们购买了一个子公司股权 我们却不像权益法一样忙里忙慌的把子公司 所有的权益当期变动当中属于我们投资方的预议 确认了 为什么呢 有没有这个疑问 为什么我们持股30%我们都非常上心 持股80%反正不上心了 同学们不是不上心 也不是说真的负心 而是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里 我们期末 我们需要将子公司的资产负债 就不是所有的权益的份额了 而是资产负债 全部纳入到我们某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当中 我们相当于这个账 我们平时不算 我们正常期末 我们权益法个别报表就负心一点 但是它在合并报表当中 我们会真的算得非常非常清楚 在合并财务报表当中 我们赚的这份钱 总公司赚的这份钱 我们会把它纳入到我们的合并报表当中 二十七张内容 我们到时候详细展开讲解 好 清谋解量讲完了 当然这个清谋解量不是咱们考试的一个重点 毕竟这个成本法个别报表就一个账目处理 考试怎么可能考这个呢 如果考的话也是结合其他考点一起考察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时间 处置计量 我们把成本法核算的长头 如果说给卖了 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呢 这里又可以分为三种核心情况 第一种 把股权全部卖了 第二种 我们卖了部分股权 但是呢 剩余股权 我们不能对贝斯的企业控制了 而是重大影响 所以说改为权益法 或者说我们对贝斯的企业共同控制 我们也是权益法 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把部分股权卖掉了 80% 卖了75% 还剩5% 这5%不能控制 不能共同控制 不能重大影响 我们按照金融资产核算 这三种情况下 我们处理股权 这种处理都不一样 而本章 同学们 本章 我们重点讲解 第一种情况 而剩余两种情况 我们放在27章统一给同学们讲解 而第一种情况非常简单 出租股权 借银行存款 是我们收到一个价款 然后呢 将长期股权投资 专门价值转出 而借到上方 可能有差额 这个差额该怎么办 同学们 差额就在哪里 这个差额和我们处置 联营企业和银企业股权一样 这个差额就在我们的 投资收益当中 同一个道理 如果说我们处置 这个投资股权时 我们账上还有 应收鼓励 被投资企业宣告发放 但尚未发放的 信息鼓励 我们该怎么办 很简单呀 我们代方代一个 应收鼓励 它影响投资收益即可 只不过 这里考的比较少 简单了解即可 同学们又发现 我们在讲解 考点二的时候 我们在处置 联营企业和银企业股权 有种情况 我也没有讲 说处置联营企业和银企业股权 之后 股权还有一点 AJ的股权 我们不能对 被投资企业继续上 权益法核算 而是变成金融资产了 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我没有讲 才没发现 这个股权变动 挺多的 关于这个下降 就三种情况 而上升呢也有呀 刚才讲过来 讲我们这个初始 加上时 对我们这个子公司投资分类时 说我们有一次交易 形成我们的子公司投资 还有多次交易 多次交易里 不就有股权上升吗 先是金融资产 再买一点 变成我们的成本法核算 先是权益法核算的股权投资 然后再买一点 变成我们的一个 变成我们的一个成本法核算的 股权投资 情况的确非常非常多 而这些内容呢 其实官方教材的流量是有的 我先帮你总结一下 这些内容是什么 但是呢 相关的账务处理 我们还是放在27章 统一讲解 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企业持有5%的股权 我们不控制 不共同控制 不重大影响 这个时候不能作为长投核算 而作为金融资产核算 结果通过有一天 我们继续购买 又买了20% 持股25% 对贝斯企业 重大影响 是不是要从金融资产 转为我们的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这个时候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呢 包括这个初始计量 长途的我们的初始投资成本多少钱呢 我们在考点二初始计量时 只讲第一种情况 直接购买 没有讲 先买一点 再买一点 该如何进行联益企业和联益企业的初始投资成本计量 相关考点二十几张 再继续 那如果说我们购买5%股权之后 我们一口气又买了55% 这个时候我们对贝斯企业这些控制了 同学们 我们该如何确认我们的初始投资成本呢 这个属于金融资产造成本反核算的转换 以及我们先买25% 确认为联益企业和银企业股权投资 过几天又买了30% 变成我们的自公司投资该怎么办 有增就有减 我们先持股55% 突然有一天卖掉了30% 对贝斯企业不太控制了 但是呢 重大影响 剩余股权依然作为长周核算 这个时候有什么特殊的账户处理吗 减少还有 大家看一下 我们持有55%股权 突然有一天卖了50% 还是我们一丢丢 作为金融资产核算 该如何进行处置计量呢 作为这种情况 我们先持有贝斯企业股权 25% 突然有一天卖了20% 还是有5% 对金融资产核算 那么该如何进行账户税呢 这些都属于长期股权投资 核算方法的一个变更 为什么我现在不讲呢 原来对于这些内容 它涉及到后续章节 合并报备的一个内容 所以说现在讲的同学们 吃不消 包括同学们现在级别不够 你们现在听完6这样的课程 现在只有6级 而这些考点现在约是十几级的怪兽 你们现在去强行打十几级的怪兽 即使能战胜 也会损兵折将 与其这样 不是说我们猥琐发育 继续学 我们再学20章 再升20级 等你升20几级的时候 再反过来打十几级的怪 不是按着碾压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先不讲 而我们本上讲过那些内容 那同学们 讲过什么内容 讲过直接购买我们的联益企业 合并企业股权 我们该如何进行初始计量 以及直接购买总公司股权 我们又该如何进行初始计量 包括直接把联益企业 合并企业股权 全部卖掉 又该怎么办 这是我们的核心问题 务必掌握 除了这6种股权 变动情况以外 其实27章还有一些专属的考点 比如说我们持股55%之后 我们处置了2% 还剩53% 依然对贝特企业进行控制 那我们处置这2% 该如何进行这样处理 以及我们持股55%了 又买了5% 我们还是控制 又该怎么进行这样处理 还有什么投入情况 来看一下 我们这些会计核算 是需要在个别报表当中进行的 那合并报表又该如何进行这样处理呢 比如说我们先买25% 再买30% 我们编着55%了 在个别报表需要进行这样处理 但是呢 我们由于对贝特企业控制了 要编着合并报表 那编着合并报表 我们这一个购买30%股权 在合并报表当中 有没有专属的会计分路呢 又是问题 再继续 那如果说我们这里的股权上升和减少 都是由于购买和出售导致的 那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们企业股权降低 不是由于出售导致的 而是由于什么 同学们 而是由于我们被众企业其他方增资 被动导致我们企业股权稀释 我们又该如何进行这样处理 我在这些课程点过一种 比如说持股25% 结果其他方增增了 我没增 我的股权被吸收到23% 这个时候我们 这联系企业和合并企业 投资在初十几张时 我们确认了商誉 在长洲科目里 这个商誉又被进行调整 以及我们 如果持股55% 被别人吸收了 变成53% 但依然控制又该怎么办 你们发现 这些复杂问题 真的非常非常之复杂 都是我们合并报表的专属考点 这些级别更高 大概都是20几几的怪兽 我们现在只有6级同学们 我们只是一个6级的小兵兵 装备还没有凑齐 你千万不要想着 前期把这些难题给攻破 小大师选择把这些考点 放在后续上间 慢慢攻破 我们先猥琐发育 提高自己的经验值 把自己装备给 对吧 全部升成顶级之后 再去整这些考点 相信我 我们就可以迎刃而解 好 以上的属于股权变动的小考点 由于我们子公司投资初试计量 是我们的一个考试重点 刚才已经总结过了 总结了同控和非同控 初试计量的一个区别和联系 而期末计量和处置 同控非同控都一样的 所以说关于我们的考点三 子公司投资我就不总结了 我们考点二总结过了 所以说本章就没有我们一个专属的章节总结 之前考点二专门总结了 考点三没有什么总结的 但是呢 作为我们第六章的最后 小大老师还想帮同学们总结个东西 总结什么 总结与本章相关的一个考点 这些考点有的是后续这样的内容 有的是本章的内容 如果小大老师上的后续讲 我们先看一下 后续还有那些内容 和我们驻快快学习 第一座大山长途相关的 我们先知己知彼 看看未来要战胜哪些怪兽 如果说我们企业购买了股权 对其不是控制 不是重大影响 也不是共同控制 股权就一丢丢 那么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本章我没有展开 我也没有选择把后续章节这部内容给先提过来讲 而是选择后续慢慢在战胜这一个重大的关卡 金融资产 这是我们考试的一个重点 重的重点 也就是关于没有作为长州核算的股权 该如何进行账处理 这第一个 后续章节展开讲解和本章有关系 都是股权嘛 第二个 如果说取得联益企业和银企业股权投资之后 我们按照权益法来核算 关于权益法 我还有一些考点没有讲 是关于权益法核算下 投资企业和被投资企业如果发生内部交易 这个内部交易 我们在合并报表当中 该如何进行账处理 我们放在选择篇 我们详细展开讲解 这个问题 他搞清楚 到底是谁的合并报表 甲公司持有仪公司30%股权 甲乙发生内部交易 但是甲持有仪公司100%股权 这个时候甲饼要编制合并报表 我说的是甲饼合并报表当中 我们甲乙的内部交易 该如何进行账处理 这个选择篇展开 以及我们本章讲解内部交易 都是不构成业务的 如果构成业务又有什么区别呢 包括什么业务呢 这个考点我们27章展开 接着 那成本法下 我们核算的股权投资 分为同控和非同控 但是我们讲的都是个别财务报表的账户处理 如果说我们取得子公司投资 除了在个别财务报表进行账户处理以外 我们还要立刻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括号 不一定 有特律情况 并不是说 所有的子公司都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有可能是我们合并范围的一个货名 也是一个考点 假设我们取得子公司股权 我们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这个合并财务报表该如何编制呢 合并财务报表 也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一个维度 这个集团维度 来看看整个集团的经营状况 财务成果和现金流量 这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也是注快会计考试最难的一个内容 我们放在27关 在攻克他先猥琐发育 接着 而我们这三类股权投资 同学们 他们中间可能会发生 合算方法的一个变更 5%增资变成30% 变成权益法 权益法变成成成本法 成本法变成我们的权益法 成本法变成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变成我们的成本法 一共有6种转化 这6种转化也是考试一个重点 咱们放在合并财务报表那张 统一进行给同学们梳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成本法和算股权投资的 一种特殊情况 所以成本法和算股权投资 大白话就是购买一家公司 买一家公司 可能要花一个亿 这时候你的收入方担心 这个公司赚不点钱啊 所以说在买股权的时候 你可能会和这个卖方 卖股权的人扯批 你说 一个亿真的很贵 万一你这个公司 未来三年不赚钱 如果说 净日润低于5000万 这个差额你补行不行 这个卖方也扯批啊 如果说 净日润高于5000万 要不高中部分你给我分一点 由于这些扯皮 导致我们合并过程中 这个合同中的某个条款 可能会导致什么 同学们 导致我们购买股权成本 会变化 不是固定的 你先付一个亿 后续可能再付一笔钱 或者说退一笔钱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考点 购买股权时 设计的一个合并对价 这个我放在26章 详细展开讲解 接着和长期股权投资 还有哪些关联考点呢 比如说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 甭管是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股权投资 还是我们公司股权投资 都需要进行减值 这个我们下一章展开讲解 接着 我们讲解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时 我们说过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可以划分为持有代售 大部分就是还没有卖 已经和卖方签订好合同了 再过几天过几个月就出售了 而我们股权也可以划分为持有代售呀 我们和对方撬合同了 说两个月之后 主要这80股权 50股权 30股权 那划分为持有代售的长投 该如何进行账路处理呢 我们后续有这么一张 持有代售 我们来详细展开讲解 接着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关联考点 我们企业如果说取得 联益企业和银企业股权投资 按照权益法核算 这个时候 权益法下核算 我们产生的利益和损失 比如说投资税 是否要调整我们的利润总额 要不要 因为我们要根据利润总额 去调整算出 因那设计所得额 然后呢 可以去计算我们的所得的费用 那我们 权益法下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产生 所得出益 要不要去调整我们的一个 利润总额 包括这个权益法下 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会不会产生低限所得的资产 或者负债 这个低限所得的资产 或负债 可能也不影响所得的费用 影响别的东西 有没有可能 都有可能 这是我们一个 权益法下长头 结合所得税的一个核心考点 这个大概率考一个 计算分析体 而且历年曾经多次考过 好的 以上呢 就属于我们的一个 与本章长头所关联的考点 这些考点小大师都没有讲过 有的考点是后续章节的专属考点 有的考点是本章的考点 只不过选择放到了我们后续章节 包括我们合影安排的一个定性的判断 就是理论的梳理 也放在选择篇 给同学们展开 这就是为什么小大师 我讲长头第六章 可能就几个小时 原因在于 一方面是我讲的比较硬实 直接贴着考点讲 另一方面是在于 我把那些级别比较高的怪兽 我们放到后边的功课 我向同学们跟着我一起学我们的 七到二十六章 再升个二十几 我们升完二十几之后 反过来再去攻克这些 级别比较高的怪兽 相信我我们就可以 对吧 一招之敌 否则现在给他扯皮 扯了几个月 还是学不会 真的没有意义 要学会猥琐发育 好 以上就是我们第六章 所有的一个内容 同学们辛苦了 这是我们 祝快快去学习的 第一座大山 在小大师已经把这个山 已经砍掉一半了 相当于已经不是山了 就是一个小山坡 你们一定要 可口多花时间去复习 把这个小山坡爬过去 因为后边还有珠穆 拉马峰 等着我们 而本上最后 送同学们一句 李孝来的名言 说学习能力也好 执行力也罢 核心只有一个 在刚开始的时候 平静的 接受自己的笨拙 没有人从刚开始 学什么都会 小大师 我当年学快去的时候 我也是 什么都不会 从零开始 一直质疑自己 质疑自己 到底是不是学习这块料 为什么 学了就忘 为什么学不懂 但事实证明 只有你接受了 自己的笨拙之后 我们才可以 走得更远 跳得更高 恭喜同学们 完成 第一阶段的学习 解锁成就 投资小能手 直到现在 我们完成了 筑块会计学习 18.5%的一个内容 我是你们小大师 我会在筑块贝口路上 继续陪着你们 我们下一张再见 拜拜